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C-Sharp的回圈 那基本上它的写法呢,跟C语言一模一样 所以等于是我们 就是应该不需要再讲 所以回圈的部分,语法跟C语言一模一样 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是 它的宣告可以直接写在里面 那在标准的C99里面是不允许这样写的 那有一些是语言编译器可以允许这样写 那要看编译器而定 可是C-Sharp是都可以 所以就是你,它规定的就是可以写在里面 那另外像快尔回圈呢 你也可以做到跟Fort回圈一样的事情 只是写起来呢,用Fort回圈通常会比较短一点 用快尔回圈会比较长一点 那这是Fort和快尔回圈 其实写法都跟C语言一模一样 所以这边就不需要再特别说了 那另外其实它有一个for each回圈 这等到我们讲到真的需要用到容器的时候再来说好了 因为它必须要针对某个容器才可以做的 那这个是有关于回圈的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阵列 反正在阵列里面我们也会 待会我也会用到回圈 所以就在阵列里面练习就好 好,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C-Sharp的阵列 那阵列在C-Sharp的宣告有点跟C语言不一样 像它的一个整数阵列是int,中括号,Dase 就是一个我如果要宣告一个阵列可以储存每个月的天数 那我如果这个阵列叫Dase 那前面是这样宣告的 C语言不是哦 C语言是中括号是在后面 对不对 那它的中括号是在前面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 那当我宣告完这个之后呢 我可以用New Int 看你要这阵列大小是多少 以那个每个月的天数就是12个月嘛 所以就12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把Dase 0设成31 Dase 11设成28 那请注意这个0呢代表1月 这很怪,对不对 因为你宣告12的话 那0当然是代表1月啊 因为它从0数到11嘛 就结束了 那所以如果你觉得空间不是很重要哦 所以你这里宣告13 你就可以用Dase 1 这样子浪费一格 但是你的逻辑思考会比较简单一点 好,所以你可以浪费一格去做这件事情哦 那像有一些程式员 它允许你宣告阵列的下限 到上限的那个范围 但是C-Shop和C都没有这种功能 所以你还是得宣告浪费一格 可能在这个Case底下你还是得浪费一格会比较好 那另外呢我可以这样写 如果为了要宣告一年的天数 每个月的天数 我就需要写这么长的一串程式 我想这个程式语言就会很难用 那所以呢,当然它有简单的写法 我直接写R&T中过号Dase等于 哦,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代表说 1月31天,2月28天,3月31天 好,这样子就可以宣告 好,那宣告完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存取它 那存取的方法呢就是这个 就是,我如果想说我要计算一年总共有几天 那我就把12个月的天数都加起来 好,那所以我就设一个Count 然后把从0算到12 请注意这里是小于 你不能等于,等于的话会出错 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总共只宣告12个 那如果我等于的话呢 其实它是在存取第13个 对,因为从0开始算嘛 所以如果等于的话 其实它是在存取第13个 那就不对 好,所以这里我如果要计算一年的天数 我可以这样子 那另外呢 C Sharp有一个更好的写法就是 我可以用for each for each,然后呢 我说Rntd in days 也就是说这个d呢 是从这个days 取出来的一个一个 这样一个一个顺序取出来 所以叫for each 那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d加上去 那各位看这样的写法 好,在这一个例子上面 其实有点怪怪的 但是它有时候 在别的例子上面 你会发现 它这样子写起来会更清楚 好,比如说 你针对一个链接串列啊 或之类的 你这样子写会很清楚 很容易 好 那这个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直接先示范这一个 先示范这一个 来试试看 那一样我就把刚刚的程式 就直接删除了 好 我这里 就先告一个days 那我就把这个程式 拉过来 好 就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算算看说 那一年到底有几天 好 等于 好 那我们就印 直行看看 好 等于365 那这是一个标准年 因为它2月有28天 那如果你2月是29天 那就变366 OK 好 所以这里是对的 那我们也来试一下 这个用for each的语义法 好 这个是C语言所没有的回圈功能 好 所以我用for each的语法 那我就把这一个呢 给注解掉 好 那它的注解方式跟C语言是一样 好 就是用斜线信号 好 好 那这样子 我们再去执行一次 好 那一样是365天 OK 好 所以 没有问题就是 好 就是 好 计算出来 都是一样 不管你是用for each 还是用for 好 都是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出个 也不算出啦 就是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再举一个例子 好 再举一个例子 就比较困难一点点 就是 就是 呃 我们可以宣告两个阵列 一个是A 一个是B 那阵列可以用来当做什么 其实 你想用来 当做什么 呃 你解释的意义 它就会变成什么 好 那只要形态对了就OK 举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 我们说 啊 A等于12345 那B等于333333 那C呢 我让它 宣告五个 那这五个要做什么呢 我让它储存A加B的结果 OK 那这样就把A 和B的结果相加之后 放到C 好 那我也可以再宣告个D 啊 再一个宣告个D 那 这时候呢 我没有做这样的 正列的内容相加 我改用 或叫一个函数 好 请注意 这时候 函数就跑出来了 因为 你函数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 你这些函数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使用 那这个重复使用 其实是程式设计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你总不会希望 永远都只有一个main 永远都只有一个main的程式 其实一定写起来会很痛苦 所以 接下来函数就出现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rray add 那 接下来呢 我有一个array add 这里有一个array add 这两个写法不一样 所以这里 这个叫array add to 这个写法是直接把这个结果呢 写在这个参数里面 结果写在参数里面 然后传回来 所以这个a加b之后 会变成b 传回来 这个写法呢 是a和b加起来之后呢 它会传回一个传回值正列 ok 好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blint出来 印出来看看 那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说 ok 我可以宣告像这样的blint array 这样的函数 我可以宣告像array add这样的函数 ok 我可以宣告像array add 是采用传回值正列的方法 的做法的函数 那这里就越来越复杂了 请各位注意 刚刚的东西很简单 现在东西突然跳了一几了 所以各位这一题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程式的内容 稍微贴进来试试看吧 让各位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 好 好 那这里呢 一样我就把组程式整个删掉 好 那我们去执行一下 稍等 好像没有设中断点 好 设一下中断点 中断点其实设在这里 这里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 第一个A印出来是12345 B印出来是33333 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设定 A是12345 B是33333 接下来它印出的是C C应该是45678 没错 那接下来它再印出的是D D一样啊 其实它只是呼叫函数的版本 所以还是45678 也没错 那在印出的E E也是一样 只不过它是直接把正列整个传回来的那个版本 所以这后面三个本来就应该一样 只是它的函数的写 一个是没有用函数 一个是用了函数 但是是用用参数的方式传回 那另外一个是直接用传回值 传回整个正列 OK 那这样子 的结果就请各位稍微仔细看一下 我们这print 故意写在这里 就是因为让它可以把整个正列印出来 观察而已 那这边才是刚刚那个 那个 第一个版本的 传回值放在 传回值放在 第三个参数 所以我写 SYZ Zi等于Si 加Yi 那这边呢 Z 一开始要分配空间 因为你要传回值 放在那个传回值 整个正列传回的话 那你要先把这个正列的空间分配出来 用New int 用New int 那这边 S.Lens S是这个正列 它的Lens呢 就是它正列的大小 正列的大小 OK 好 所以我说 i等于0i小 s.Lens i++ 这代表我从第一个 第0个开始一直数到最后一个 那把每一个的S和Y加起来都放到Z里面 OK 好 这个做法 那 最后呢 就执行出来的结果 那请各位呢 去执行一下 这一个程式看看 执行 确定没问题 我们再来出作业 好 有问题就立刻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